球队领队黄标 做我们的现场评论 黄领队你好 大家好 今天应该说一上来 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相碰 这也是一场很好看的 对 应该说中国台北和我们中国队呢 应该说是老对手了 我们过去也有多次的交工 这几位选手呢 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现场的张彦书 包括蒋鹏龙和专志炎 这几个运动员应该说 他们已经还是有一些擅长的表现 尤其像专志炎在亚运会的时候 过去也有过非常好的表现 也战胜过我们 包括蒋鹏龙 曾经一度呢 也是一个优秀的选手 那么对于他们现在这样的选手 就是他们在大赛当中 不断的参加 那么应该说经验 还是比较丰富的 尽管说他们可能从技术层面来讲 不如我们 但是他从大赛的经历 和经验来讲 还是蛮不错的 所以呢也不能是富士 是的 大家看到现在是马林对张彦书 今天呢马林呢是第一个出场 王立芹第二个出场 中国台北队是张彦书第一个出场 庄志渊第二个出场 然后根据奥运会的赛制规格呢 就是在两场比赛之后来决定 第三场的双打 究竟由谁来出场 这个中国乒乓球公开赛是第一届呢 是在1988年 当时呢中国队是获得了男子团体的冠军 日本队获得亚军 韩国队获得第三名 然后89年的第二届呢 中国队仍然获得冠军 但是韩国队呢 获得了亚军 瑞典队获得了第三名 那么在第三届的91年的时候 中国队仍然是冠军 韩国队是亚军 朝鲜队又获得了第三名 那么随后的比赛呢 就取消了团体 就一直没有团体了 但是从这一届开始 又增加了团体比赛 主要原因呢 就是奥运会临近了 所以这次的赛制呢 是采取了奥运会的比赛赛制 也就是说 每个队出三个人 每个人打两场 其中呢 或者打两个单打 或者打一单一双 现在中国队首先出场的是马林 首先张晏书发球 从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打法呢 也是这种直板进攻型打法 但是可以看到张晏书用的是方拍 方拍是日本传统的这个拍子 方拍有什么好处呢 方拍一般来讲呢 它的速度比较快 力量比较大 因为它的拍面比较小 拍面小的时候 它的进攻的这个力量比较大一些 但反过来讲呢 它反应的时候呢 相对来讲呢 也有难度有 就会有一些 因为韩兴大不好反应 所以这个辨证呢 所以方版和原版 序列在于就是说 原版的技能攻 反应好反应一些 但是原版的攻起来 就是翻版 那么大的力量 现在张晏书是1比3落后 落后两分 中国队的选手 自从这个王浩啊 包括在刘国梁很早的时候 用了纸板横挖以后 现在这个效果 还是非常不错的 弥补了反手的弱点 他马林接这个张晏书的发球 比如看得不太准 你看出了两个高球 我看这个有些外国运动员谈和马林达的体会就讲啊 这一定要控制住马林的这个第一板的冲 如果把这一板球能破掉 你看这就属于把马林的这个第一板冲破掉了 另外呢就是压动马林的反手 调动马林的正手 但是要想做到这个非常困难 马流的球既凶 而且呢又细腻 大家可以看到往前球的处理非常有数 漂亮 从前几分来看 张晏书的反手还是不错的 他的推档和他的推档的反应能力 但今天呢前几分呢 他的正手的十五比较多一点 漂亮 现在马林呢对张晏书的这个发球 尤其是正手的这个转不转发球 看的还不是很准 已经出现了三次 就是马林接发球接的比较高 他呢主要是想摆 对方发的球呢有点偏长 所以这种球呢如果能拉得尽可能拉起来 这个球很好 拉得很高级 张晏书球打得非常刁钻 但是马林呢这时候呢上去以后拉了一个低弧线 7比4 一上来马林就是领先三四分 一直保持着这样 这样对马林的心态来讲呢就比较有底 所以今天上来张晏书的战术 看来用的还是有他的想法 也就是说他给马林的正手位还是比较多 不管是白的或者残球 还是或者发球偷残的 但是呢他已经是一半一半 到现在来看 但是呢马林都是有准备的 所以他给到了正手位 马林都等了有两个很好的球 拉得很漂亮 这是一个高级动作 大家可以看到他是看着人来打的 看着张晏书一动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5 看完了 今天张晏书呢 应该说是有备而来 他打得非常的沉静 不急不慌 和马林一分一分的搏 7比4 这样马林队以11比7 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稍后我们来看第二局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中国台北队和中国队 在争夺本次比赛的前4名 这次参加男子比赛的 一共有10个队 10个队里边呢 有8个队呢 是龙空 只有两个队进行比赛 结果在今天上午的比赛中 朝鲜队是战胜了英格兰队 日本队战胜了奥地利队 所以现在就形成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 朝鲜队队 新加坡队 中国香港队队 日本队 瑞典队队 韩国队 来作对厮杀 进入前4名 球迷们可以特别欣赏 马林的这个小球 包括这种短球啊 这种临时性的变化的这种球 他打得很细腻 漂亮 从前4分来讲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马林 马林在发球的时候 第一个发球他就发了个短的 第二个发球发了个最长的 那么这一轮也是一样 第一个又发短的 第二个他又发到长的 他的变化一个是比较多 第二个呢 他是想好的 比如像张燕书 他的阵手短球相对要差 那么发完短力以后 同样他可以牵着他的合身 二比四 张燕书这个球打得也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马林的球拉得很薄 等于闪了他一下 但是他赢钱来校正 所以也是一个高级球 这局双方在开局以后呢 就打成了四平 马林发球 漂亮 按理说这些球接的都是不错的 就是弧线比较低 角度比较大 但是马林这一板呢 就是确实是威胁非常大 而且这个角度护都非常大 好的 马林准备偷一个长的 所以这个长的应该讲 马林还是发的对的 就是 所以对应对外来 在前面一定要赶紧去发长 而且有时候要赶紧去发长 尤其对纸板现场来说 漂亮 连续拉三板 战术的球的力量还是比较大的 再加上它是用的方板 就是刚才黄领备讲的 方板呢 它这个力点啊 相对比较突出 技能89和接89 三方都是8球15一分 7比6 马林这个反手啊 它这个节奏变化也比较明显 有的时候是比较快 动作比较小 有的时候相对比较慢 所以出现了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好的 这也是个高级球 反手起板 而且打了一个滑板 直线 这个球可以说是 马林晃了对方一下 那对方在没有叛盘的情况下 只有强行的用反手这么起板了 因为他要脱 他要推过去 都是要挨对方攻的 在这种时刻 关键球的时候 就看谁的处理细 谁精准 不失误 像马林这方面占优势 所以把比分拉开了 9比7 10比7到局点 偷吸 这球偷得非常漂亮 像马林在第二局比赛里边 一直咬得很紧 然后在后面突然把比分拉开 最后以11比7取得了胜利 稍后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观众朋友 现在您正在收看的是2008大众汽车中国平方球公开赛 这是在长春 长春是五环体育馆举行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男子团体的比赛 这个比赛是争夺前四名 中国队对中国台北队 现在第一盘的比赛是 中国选中马林对中国台北的张晏书 现在马林是2比0领先 是第三局刚刚开始 马林第三局开局是2比0领先 现在马林发球 3比0 马林在这局的开局应该是开得比较不错 尤其是前两分的揭发球 控制的比较好 落点 就使得张晏书呢 就说在发完球以后的进攻的位置不是很好 所以他没有把他的症状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这个兵马球呢 他就这样 就说控制很重要 我们说控制也反控制 有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犬都在发力都在强劲你 而是你的控制 控制得好 如果你的控制好了 落点好了 那对方就不是那么很 很能够拉开手的 这个控制也是很重要的 是的 越是高水平呢 这个控制的精准度越高 对 比如说很短擦网而过 他就不能进攻 可是你稍微高一点 对方就可以调 现在无比 直板横拉 连去拉直线 第三拍 马林的动作大家可以看虽然挥起来了 但是是在控制范围内 相比呢 这个中国台北选手张彦书啊 有时候在退台以后 他拉动作一大的时候 感觉就飘了 这个动作走行了 这是两个人的差距 现在张彦书发球 1比7 在前两局呢马林是吃了三个张彦书的这个发的转不转球 说的比较高 你看现在呢就后边就不吃了 这也说明他性能力很强 其实他的球很多都出调的 你稍微等一下 以后就可以拉 这两个球就拉得不错的 前面他为什么摆得不好 就是对方的球有点偏残 可以拉就像没拉 他说这个半残的这种球要摆得最容易摆的 一旦一看不正选择 一摆跑就偏高 现在9比 10比 现在团体比赛的第一盘非常重要 这样马林就以11比1 取得了团体比赛的第一盘的胜利3比0 战胜了中国台北的张彦书 这样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在争夺前四名的团体比赛 中国队是1比0 暂时领先 接下来将是中国选手王立琴 对中国台北选手庄志渊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可能就更加接近 因为庄志渊的这个实力 一直是非常出色的 而且他动作非常快 虽然是横板 但是有直板的特律 稍后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场比赛